只是這一次 我恐怕無法兌現對你的承諾了 承諾 什麼承諾 我曾承諾你 會照顧你一時周全 那 你是反悔了 不是 當然不是 那你是 楚楚 我本該先安排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暫避一陣 或者先安排你回長安 但這一次 你父親的事尚未犯案 若讓人察覺你的身份 恐怕會有殺身之禍 但此次軍中的事情 甚是蹊蹺 恐怕也是危機重重 權衡之下 我不得不讓你 隨我去涉嫌 王爺 你是要讓我一起去軍營 這一趟 恐怕十分兇險 你若不 你已走這一秒 借我一生來守候 只為你牽掛這此生為了 人為了 情為了 終於為了 你落腳 終於為了你落腳 能借我一生來 抵抗 王爺 我還以為你是後悔跟我在一起了呢 什麼兇險不兇險的我不怕 而且我們在山洞裡說好的 往後餘生 不管遇到什麼都一起面對 你堂堂安郡王 絕不能言而無信 那天在山洞裡 我的言行 確實有勢磊落 有誠人之危之险 原本應該再慎重地問你一次 但我又想 如果再問你一次 你又要受不怨 你又要受不怨 我說話算話的 我說了願意 就不會反悔了 我說了願意 我說了願意 就不會反悔了 我自知我從來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 我於女子而言 絕非良配 總想著 你現在時的人還少 但為你父親翻了案 成為名副其實的 官幻世家 書香門弟 世代忠良的女子 見識了朝安諸多風流倜傥的王孫公子 厭煩我都來不及 怎麼還會覺得我稀罕 我又不捨得讓你去愛慕旁人 便積極地向你表明心悸 想要逼你給我回應 我這些龌龊的心思 現在全都向你坦白 你若要煩我 我也不會冤你 我才不喜歡什麼王公子孫公子的 我就喜歡你 王爺 放心 就算你問我多少遍 我都會告訴你 我願意 我於那月老書上吸了紅燒 發了怨 他們總說 那棵書特別靈 但我還是信不過這些 我想再親耳聽你回答我一次 你可願嫁我為妻 請我餘生時光 承受我餘生所有的希望 我願你 楚楚